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学起来可能要容易一些 手指在筷子上的位置不断地移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和硬币的表演 我把这个游戏叫打篮球 我的左手好比一个篮球框 再来看一面 这个动作看上去非常容易 但坐起来很难 这是一个篮筐的运动员在运球上篮 然后投篮入网 那么我看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起有请的位观众朋友上来试一试 在座的今天各位都是很多是运动员 那么我来选择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不让他不让他 那么还是他 有请 首先问一下你是从事哪项运动的呢 我从事田径的 田径具体是哪个 哪项 天球项目 你觉得你身体的哪个部位是最灵活的 反正都够硬的 都够硬的 那我们来试试 就来一遍刚才的 OK 看仔细了 你试一试 感觉一下怎么样 现在最大的困难 好 不错 坚持 坚持 不会走 还不会走 这是我们练田径的运动员 好好 你现在是不是先来看看 儿润先生 他的手是不是与众不同 是不是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两只手指不一样长 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好 观众朋友 这个健身球呢 我们大家看着非常眼熟 这是我们中国人 和协调性的很好的方法 通常中国人 习惯用一只手来玩两个球 像这样 顺时针 然后呢 用同一种方式换个方向 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分开来 离得远一点 来回环绕 有趣的是 我既可以用一个球来达到相同的锻炼目的 也可以用左右手同时来做相同的动作 配合起来 锻炼协调性 一般呢 西方人都比较强调有两只手来配合 来锻炼协调性 而东方人呢 喜欢用一只手来玩两个球 甚至玩若干的球 锻炼的目的不一样 同时呢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的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这是两个球 还可以三个一起玩 这种玩法在中国还不是很多件啊 我们一般中国人都是喜欢用一只手玩两个球 或者一只手玩若干的球 那么西方人呢 比较强调有两只手的协调性和配合 看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呢 如果左手和右手同时完成一样的动作呢 我们难以程度的回忆大家去试一试 这是三个球 但是运动起来的话 你们看上去会像是四个球在运动 就是看起来是三个球 那么如果呢 我们是因为它的快速变化 如果一去快速变化 我们仔细进去这个球看 会发现它变成了四个 大家看看奥妙在什么地方 你们看见四个了吗 下面呢 请大家再欣赏一遍 欧文先生的精彩表演 请大家订阅一下 请大家订阅一下 请大家订阅一下